考量疫情 中国旅游禁令尚未解除 而台湾旅游业者再向政府喊话 希望能恢复两岸旅游 旅游业者2月底还组团前往大陆 拜会国台办 海协会等单位 都得到对岸的正面回应 海协会长张志军更表示 两岸旅游多交流 有助于台海和平稳定 被视为向我方释出了善意 对此陆委会回应还在评估规划中 疫情缺缓 国门解封 出国游玩不再受限 但唯独中国禁令还没解 希望扩大商机 国内旅游业者2月底组团附中交流 包括国台办 海协会 都对两岸恢复旅游保持正面态度 我就找了我们台湾各县市理事长去拜会 我们拜会的每一个单位 他们都非常的欢迎两岸重启交流 我们最高的时候 台湾跟大陆有51条航线 如果51条航线全飞的话 你军机根本没有时间 飞来飞去绕台 撞到平常机 尽管只是一种形容 民航机飞行 与攻击老台没有直接关联 但海协会长张志军 向我方旅游业者明确表示 两岸旅游多交流 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日前抛出恢复两岸16个航点 被视为向我方招手 释出善意 旅游业者也向政府喊话 在2019年以前 两岸航线占了我们整个营收的一半 在观光的收入产值上面也占了将近二分之一 在这个一个两岸有机会通过观光交流 能够化解双方的这些紧张情势的部分 应该要积极的面对 台湾政府不应该已读不回 一直期盼重启观光旅游 成为两岸荣兵企籍 建议新闻里面航空台报道